大家好,这堂课会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工具的使用与延伸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介绍ChairGPT 画面中的界面是订阅版本的界面 我们可以从最左边的地方来建立新的对话 而在中间的地方最下面有输入文字框 在这里打上你想问的问题 或是你想请ChairGPT帮你处理的事情 并按送出就可以得到回应 而最下面有它的模型版本 ChairGPT当你是使用订阅版本的时候 就可以去选择你要使用的模型 像是GPT4 在Setting的地方有一些设定是你可以去做调整的 像是你想使用深色模式或是浅色模式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Setting的地方清理全部的对话 当你看到一些有趣的回应 或者是得到你喜欢的解答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管理分享连结 或者是汇出对话记录来跟朋友做一个分享 当然你也可以去做删除账号 这边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这边有一个选项 它可以选择你是否要将对话记录保存 并给ChairGPT的模型做训练 那如果说这里你并没有将对话保存的话 30天内的话系统就会将它删除 再来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做一些操作 像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收起侧边栏 又或者是当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对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更改我们对话视窗的名称 像是它这边可能会有些预设的名称 而你不喜欢它 觉得当我重新登录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很快的了解 这个对话是在做什么事情的 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改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分享 接续协作的对话视窗 或者是我们删除对话的视窗 这里有一些订阅版才有的功能 是使用并进行搜寻 或者是使用插件 这样的选项是只有订阅版可以使用 免费版的话则没有这些功能 当确GPT给你回复之后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回馈 像是你可以把这些复制内容 做一个保存 又或者是旁边的赞和导赞 当你使用了之后 它分别会希望你给它一些回馈 那你可以提供它一些更好的想法 或是一些建议 那如果说你觉得整个生成的内容 你不喜欢 你也不一定需要重新再输入一次 你刚刚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使用重新生成的方式 让它重新生成一次 或者是当我们输出到一半中断的时候 这通常是由于你的输出需要太长了 所以确GPT中断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继续生成 让它接续继续生成下去 像是你可能希望确GPT帮你生成1000字的报告 但是确GPT可能生成几百字就停止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继续生成 来让它接续生成我们的报告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确GPT的官方网站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进行登录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兴趣了 你就不妨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先去确GPT的官方网站 然后去体验一下这个文字接融的机器人 带来的强大功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Mitjory 现在通常Mitjory都是跟一个 Discord的软体一起使用的 只要在Mitjory的官方网站当中 右下角点选Jone of Beta 它就会带领你到Discord的平台 在Mitjory的Discord伺服器当中 有一个Mitjory Bot它的机器人 我们只要在最右边找到这个机器人之后 点选它 并选择将它新增至伺服器 就可以在我们选择的伺服器当中 使用Mitjory 那要怎么去新增一个伺服器呢 在Discord的最左下角可以看到一个加号 只要选择这个加号 新增一个伺服器 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伺服器平台 你可以根据一些模板 像是游戏的伺服器 学校的社团伺服器或者是学习的群组 来做一些建立 那Discord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在同一个伺服器当中呢 建立不同的频道 还分为语音频道和文字频道 像是今天可能有一群好朋友想要玩游戏 分别是ABCD 我就可以分别为这四个游戏 建立不同的语音频道 然后管控能够进出的人 那我就不需要在我的LINE 或者是Messenger当中 建立各种不同的群组 来区分这是哪一个游戏的 我只要在同一个伺服器当中 做一些管控就行了 而当我们把Messenger 新增到我们伺服器当中之后 我们可以在有Messenger 这个机器人的伺服器当中 使用斜线Imaging的指令 来进行Messenger的操作 它就可以开始输入 你的一些文字描述 产生你的图片 要注意的是 当我新增了不同的机器人 然后它可能有相同的 指令的时候 像是这边 这边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机器人 他们同样都有Imaging这个指令 那我们就要先去看一下 这个指令是属于哪一个机器人的 才比较不会误用 以Messenger来说的话 你可能需要看到这个白色 有点像帆船的符号 它就是属于一个Messenger的指令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现在AI的发展 到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生活当中 有哪一些是比较常见的 那说常见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 技术是来自于我们的需求 只要你能够想到一件事情 你希望有人能够用AI来帮你做 或者是你需要有人用工具来帮你处理 那这项工具或这项技术往往就可以在现在的平台或者是现在网路上面找到已经有人正在做一些尝试或者已经有这项工具了 主要来说最一开始可能就是有人希望能够帮他写一些文本 所以才会产生的一些句子生成 后来就开始应用在我希望有人帮我做客服机器人或者是智慧助理 那句子生成也就是我们的一些自然语言模型 它的需求就开始暴增 然后衍生到现在有一些聊天机器人或者是像TrackGPT这些模型的诞生 那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有一些工具或技术的时候 就会开始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毕竟不会有一项东西是只有好处的 像是TrackGPT就有人开始用他来帮忙写一些论文的报告 但是一方面他可能使用的人却不知道在写报告论文的时候呢 我们很注意一些学术人理 像是抄袭是绝对不可取的 那在使用TrackGPT当工具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涉嫌到了抄袭的嫌疑 因为TrackGPT可能去看过这些论文 然后学习到里面的东西 然后在帮助你的时候就把这些原封不动的给你了 但除此之外 TrackGPT也不单单只是会有这些坏处 像有些老师就会认为说 TrackGPT是一个很好帮助你学习的一项工具 又甚至有些老师会认为说已经有TrackGPT了 那我希望你们以后的作业至少也要比TrackGPT还要更好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底线在你随便使用TrackGPT 如果你没有办法比它更好的话 那这份报告可能就没有价值 但有些老师会是认为说TrackGPT它会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那它会希望学生不要依靠TrackGPT 不然你什么东西都靠TrackGPT 你只在那边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那可能你最后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甚至你会不知道你到底学到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那有一些老师不喜欢TrackGPT 就是由TrackGPT生成的内容所制作的一个模型 当时TrackGPT开始火了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用TrackGPT做一些生成 然后当作是自己的东西 那ZeroGPT的诞生就是用来检测 所以今天这些文本是不是由TrackGPT来做生成的内容 那这边我们其实就可以注意到 有一些模型或者一些工具所带来的危害 其实很难用我们的经验和用我们的肉眼方式 和肉眼我们现在的知识去判断说 是不是由工具产生的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再去仰赖工具 来去应对这些工具带来的危害 像是ZeroGPT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很难去区分一段文字 到底是不是由TrackGPT所产生的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去设计一个模型 让这个模型能够抵制我们TrackGPT 或者是其他的模型 所带来的危害和缺点 那不单单是像是语言模型会带来这些危害而已 像是AI的创作也是带来很多的影响 以Migory来讲 他曾经有人使用Migory所画的画 拿去参加一些比赛 甚至拿到了手奖 那这件事情就会引发一些讨论 说由模型 由AI所画出的画 到底能不能作为自己的创作 或者是说由模型产生这些画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艺术品 那现在很多人也开始讨论说 我今天透过模型产生的东西 拿出去比赛 其实是不合法的 但是为什么不合法 你甚至有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确认说 这张画是不是由AI所画出来的 除此之外 当然也有其他的事情 像是有人使用这些AI的画 然后在社团接案 然后来为自己创造收入 但是AI所画出来的画 到底能不能当作你自己的创作品 或者是说它到底有没有版权 像是我们现在的模型 其实你都不知道 它的训练资料的来源是什么 那有一些绘师 他自己画的话 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被当作了模型的训练 然后别人在使用 这个模型来画出 跟这个绘师相同风格的话 然后来接案 但是这些话 其实训练的资料 原本应该是属于绘师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件事情就开始引发一些争议 说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对于一些专业绘师来讲 是一项很不尊重的一件事情 又或者是说 有一些沿上的事件 就会认为 我今天用AI画出来的东西 就是属于我的产品 就是我做的AI绘图 但是实际上 如果说我们有接触一些 专业绘师的话 会知道真正的绘图 真正的电脑绘图 它其实并不像AI绘图 这么简单 它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达成的一件事情 这边有曾经一个社会的案例 有一个专业的绘师在画画的时候 画到一半 有网友就把画到一半的图 拿去请模型画完全部 做一个深层的动作 然后是抢在专业绘师 po出来之前 先放出那张图 然后再去指控说 那位专业绘师是抄袭的 像这种争议 其实我们在网路上 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那这样子听起来 好像AI的工具 它的争议很大 那我们还要去使用这些吗 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其实AI工具带的影响 是真的很大 然后对一些社会的影响 也很严重 但是这些工具 你要去想 它一开始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需求 所以其实也并不一定都是坏事 像是确GPT 就要开始推出一些官方的外挂 那原本确GPT 可能只是做一些文字上的描述 然后帮你出一些文本 或者是回答你的问题 但当推出官方外挂 但当推出官方外挂之后 它开始能够帮你及时上网 甚至订机票 订饭店 或者帮你比价的时候 它就不单单只是一个 处理文本的工具了 那甚至有人说 他开始建立自己的AI的APP store 来适应这些工具 那当这些APP store开始建立之后 其实就是带动我们这些工具更普及化 你或许可以想象在未来好几年之后 你只需要跟你的确GPT发一段指令 它就帮你处理好一整个旅游的行程 甚至帮你订好房间或者订好机票 当然它同样的也跟一些工具做一些结合 像是我们一些office的工具 像是csv excel或者是文件 都已经开始可以跟GPT做结合 让GPT帮你去处理这些文件 这些都是有很大的成效 带动一些我们的工作的 像是或者我们可以想一下 现在很多行政的工作 要处理很大量的文件 很多大量的文件 或者是资料的时候 透过GPT的方式来帮你处理 其实会节省很大一个人事成本 那如果说你会觉得打文字很累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有一些免费的工具 用语音来控制你的TradeGPT 当你在Chrome上安装这些套件的时候 你的TradeGPT就会多一个麦克风的符号 你可以透过使用这个麦克风 连打字都不需要 直接用语音的方式来告诉TradeGPT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更甚至当你有一些原文的书籍 或者是资料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使用一些工具 像是这个Trade PDF 只要上传一个PDF之后 它就会帮你去看完整份的PDF 然后就可以向它去做一些询问 当然这些听起来都是行政的工作 但是对于工程师来讲 开发这些AI工具 其实是工程师在做的 那其实工程师自己也很怠惰 像是已经有一些东西 它让工程师不再需要键盘打字 你只需要透过语音的方式告诉他 那他就会开始帮你写程式 但这件事情需要做一下提点 这并不是指任何人都可以开始去写程式 因为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具备一些编码的技术和知识 才有办法好好地使用这些工具 不然他写出来的东西 你可能会不知道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那除了工程师很怠惰之外 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主播媒体 也开始进行一些怠惰的行为了 像是有一些媒体开始使用AI主播 一方面可以不再担心 主播会吃螺丝或是笑场 一方面或许又可以省很多的人事成本 毕竟聘请一名主播 他可能是一个很高的支出 那已经有开始一些电视台使用AI主播 然后开始做一些测试 那或许已经开始有一些好评或复评 那再经过一些时间的训练 或许这些AI主播会变得更接近真的 当然除了AI主播之外 你也可以去试用一些软件工具 让你自己的图像动口讲话 像这款软体这个模型 它就是让你将一张图片 然后输入一段文本 而那张图片会开始配合那个文本 来进行一些讲话的动作 产生出语音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时候 也可以去试一下 这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当然除了主播外 有一些网红也开始可以使用一些AI的方法来进行 像是有一些网红的互动率 可以发现虚拟的网红它会比真人还要高出好几倍 那你也不需要担心一些真人的网红去做发生出包的事情 那AI绘图也在工作上带了很大的帮助 像是这边用两个例子 有一些服装店开始使用AI来代替真人 然后做一些贩售的动作 他们使用自己的衣服 然后用AI产生出模特 将自己的衣服搭配这些AI产生出的模特 然后套在上面 这一方面可以节省一下我们真人的成本 那一方面也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 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动作 那还有一些开始用一些做一些创业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坚持的工作 但是有一些卤味店的老板 使用我们AI的绘图来帮忙别人做一些设计 那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个工具 叫做ControlNet 当我们画出一张你喜欢的图的时候 你会想说这个人我很喜欢 但是姿势我想换一下 那当我们使用AI绘图的时候 你或许会发现 当我产生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 我却没有办法去再一次的产生出一模一样的人 那我想要再一模一样的人 但是去操纵他的动作就变成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ControlNet可以在搭配你AI绘图的时候 去为你的图像做一些调整 为你的人物做一些动作上控制知识 像是刚刚提到的服装这里的模特 透过AI生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ControlNet来让它变换知识 而同一件衣服就可以靠在这个上面 然后做出不同的知识和动作 当然ControlNet也不单单只是控制人物而已 像是QR Code QR Code最重要的是三个角落的那三个方框 它是代表这个QR Code 所以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设计 同样的我们可以使用ControlNet去操控我们的QR Code 让它变成一张美美的图画 那这样子的话就比单纯的QR Code还要更让人吸睛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上网找到一些AI的工具 像是这个Explain AI 那这边需要跟大家说现在很多的工具其实都是要付费的 那当你有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你也不妨可以按照这些需求 按照这些需求到这些网站当中找一下 已经有没有这些工具的上市 就可以考虑不管是免费或者是付费来做一些使用 那这边也放一个连结 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去玩一下刚刚的QR Code 那这个QR Code就是让你产生自己的二维码之后 你可以去做一些样式的选择 最后这边一样有两个作业希望大家去探讨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针对深圳式AI的应用提出一些想法 并透过查阅资料找出关于这个想法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或者是已经现有的工具 那陈上提针对该篇报道 我希望大家写出一些心得 包括这项工具它可能产生什么优点或缺点 又或者是它有没有带动一些伦理上的影响 或社会上的影响 如果有的话我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问一下大家对于这项技术你是否支持 为什么 那本次的课程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